作词 作曲 之后 作词 作曲 之后 这边有好多百鹤在这里聚集 这是我们去有可能会有百鹤爱爱的小路 那是18年4月的一天 小白鹤在我们南昌五星啃子场 被一村民发现 几经专长来到了我们中心 第一年见到他的时候 他站都站不稳 浑身脏兮兮的 通过预测判断 他是一只两岁不到的小白鹤 他可能是因为营养不良落单的 为了让他尽快地恢复体能 我和小邝商量决定给他进行输液治疗 经过我们几天的调养 然后我发现小白鹤就会慢慢吃一些玉米 小鱼之类的东西 然后他的体能也慢慢在恢复 生理指标也都正常了 我想爱是要回到大自然的 而不是在笼子里度过余生 我当时就有了一个念头 坐飞机送河 追赶北线的大部队 我们当时给他装上了卫星跟踪器 然后还特定为他制定了一个 符合航空要求的一个木箱 那种心情就像送自己的孩子远行一样 活动的这个范围 现在来看看 大家现在还是在爱 回来后 我们上班第一件事情 就是打开电脑 查看跟踪系统 看看爱今天到了哪里了 可是在2018年5月28日 他回船的数据没了 反正我这颗心一直都是悬着的 他已经放回到野外已经半年多了 这说明他已经很适应野外的生活了 你看到他边上还有一个多了一个半年 是啊 看到生命这么多人都在寻找关注爱 我也不觉得遗憾了 越来越多的白鹤等珍稀候鸟 出现在我的镜头里 看到他们在颇阳湖自由的觅食 嬉戏飞翔 这也许就是我们的幸福所在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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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